有一個方法大家可以學 其實要以身作則 小朋友非常會學習爸爸跟媽媽 你爸爸媽媽 明明一天到晚都在玩3C 你要他禁止他玩3C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要你覺得你很看不順 你兒子哪裡一定先檢討自己 你不喝水嘛 我覺得成人 台灣成人都不喝水的 我每次他們都說喝得夠 結果我去驗他們小便都很濃縮 所以你們要 比如說你們經常喝水 你的小孩會學跟著你學 他們就會養成這個好習慣了 那我幫大人問一下 就是小朋友不要喝茶 那如果大人喝茶會不OK 就是沒有湯的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號稱洗腎島 我們一直在講說是我們腎章 其實是我們的 我們又叫做美食島 事實上我們很多的飲食習慣 如果不對的話 那水 我是覺得還是要喝水 那些所有的一些茶飲類的 以適量為之 但是真的是不要把它當成習慣 因為我們人一樣 人也是會 我喝習慣了這樣這麼好喝的 珍珠奶茶什麼 其實我喝水就偏少了嘛 那你試一些 我們講精緻的糖類 還有一些 他們還很多 會那麼Q 他加了很多食品添加 我可能是磷酸鹽 什麼 所以事實上我們很多的 成人的身體不健康 事實上跟我們的飲食習慣 先不要喝太多飲料 唉唷 我這邊有個例子可以提供 因為我們家可能是我最不愛喝水 因為我常常忙啊 一忘記 然後我就會 一整天我可能就喝一杯咖啡 然後再加上兩餐的湯 真的 然後可是我就是 有一次前一陣子 我就是得腮血炎 然後就腫起來這樣子 然後 我小孩在後面開車在鬧 我這樣 連轉頭都沒有辦法轉頭 那你這樣就太腫了 腫太大了吧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喝水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我太累 然後可能 扁抵力不夠什麼之類 結果他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喝水 或是沒有刺酸的 然後導致 我這個口水什麼的 反正就是那個 拓線管那邊腫起來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再不喝水的話 我就會長結石在這邊 或者是全身上下 好可怕喔 對 我覺得很嚴重欸 所以 我就多出我小孩喝水 對 自己三次也給小孩看 對啊 小朋友就像 我不會啊 嘴唷我是會毀 我不會說很容易喔 我以為他要喝水 不然就跟馬尼亞臉腫起來 唉唷 好可怕 對 不過你這個是直接自己 就是給小朋友看到這個 有些是直接苦毒小孩的 沒有 我告訴你 我這一點做得非常好是 我從 不是 不是從小到大 大概我這十幾二十年 我只喝溫海水 我是不喝冰水的 真的太久喔 所以我們家的訂溫 你可以買一種奶瓶 熱水瓶是可以訂溫到 四十度五十度 一般的奶 一般的熱水瓶是六十度 對 可是給寶寶餵奶的 有一種熱水瓶 會做到四十度五十度 所以我就夏天訂四十 冬天訂五十 然後家裡沒有冰水跟常溫的水 所以就強迫他們要喝溫開水 所以 我喝多會像妳這樣 我是頭腦我好 我臉年輕啊 她承認就好了 我是頭腦 跑到我的臂子還OK吧 臂子 臂子 對 那你要怎麼訓練小朋友喝溫開水呢 怎麼訓練 就是有時候呢 你就是讓他 熱到累到 就比如說他不喝水唄 你就帶他去公園玩 像夏天對不對 中午讓他去玩溜滑梯 玩盪球籤玩敲敲板 玩一個小時很熱很熱 很熱的時候她就說媽媽我要喝水 這時候妳從保溫瓶裡面拿一個 五十度的溫開水 很熱 你每次 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嗎 但是 妳小孩前陣子 因為上班只是做了不好的食材 我上面才欠他錢 我真的 我真的用心良苦 因為身體是會記憶的 當他最熱最渴最累的時候 你給他喝了一杯溫開水 他知道那個被溫開水 就充滿感覺 對 很味滋潤的感覺 拯救了他的身體跟心靈 他以後就會知道 溫開水是好的 他就不會 如果你在他很渴很累 很熱的時候 你給他喝一個可樂 他以後就會知道說 可樂是好的啊 所以身體要記憶啊 所以他不喝水的話 我就帶他去那邊玩 彎彎之後我就給他溫開水 他就會知道 溫開水是快樂的 救了我的生命 也救了我的生命 這樣 他會在喝那些 從剛開始講話到現在 黃醫師第一次說 嗯 真的 我深圍他的合藝門生 是總要有一些 這個拿筆記本記下來 因為你看那個廣告對不對 好渴好渴 然後喝了一個碳酸飲料 哦 因為躺在那裡 節身調的 你就會被洗腦說 所以口渴喝那個 可是那個真的好舒服啊 你真的被洗腦了啦 所以其實是 平常可以喝四十到五十度的水 是喝起來很舒服 其實那個好像真的是對身體最好 所以其實這樣是好的 這是比較不正常 正常的人也是有苦毒小孩的方法對不對 我其實其實蠻贊同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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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要買自信的喔 因為我也是 對 你口渴你只能喝水 他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四十歲多了 他其實喝過的飲料頂多就是無糖豆漿 無糖優酪 然後他覺得水很好喝 因為你不能只有高壓 就是只讓他喝水 他長大他就會反抗 想說媽媽只讓我喝水 我逮到機會就要喝飲料 No 就是你還要幫他洗腦 高壓之外還要洗腦 就是帶他出去跑 跑完跳完之後 他媽媽說 媽媽我口好渴喔 這時候你就拿出你的那個水 家裡的過濾水 然後他在喝的時候 你就說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很好喝 是不是很舒服 你喝完之後是不是覺得 輕鬆多了 舒服多了 他說對媽媽水真的好解渴 我就說我就跟你說吧 我媽媽咧 有個小孩 可是我有時候不是那麼常 就是都讓他們出去戶外活動 你在室內活動 你又要怎麼逼他喝水 而且你要逼五個小孩喝 有多累啊 我跟他講說 有時候我就是運用 就是果汁的方式 我是打新鮮的果汁 加水下去給他們喝 因為不但補充水分 也是補充一些水果裡面的營養素 因為不可能 我五個 不能每一次都帶出去戶外活動 太難了 而且之前吳寶媽有做了一個是 芭樂藍莓 其實還蠻好的 我還會打那個 奇異果枸杞汁 那個也很好 而且都是甜飯沒有太高的 對嗎 天然的 有時候盛產的時候 水果還是會比較甜 可是小朋友就會喝得比較快 因為甜甜的 不然如果只是白開水 我家餓飽會喝得超慢 有時候喝半小時 都還沒有辦法喝完300cc的開水 可是只要是果汁 哇 水水就都沒有了好不好 所以果汁我覺得也不錯 會嗎咧 像我夏天的話我會 做很多的蜂蜜製檬 黃醫師我是個好媽媽 所以之前我去買了一個玻璃瓶 裝水 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就說 寶特瓶啊 比如說我知道它塑膠的 裝熱的不好 可是聽說現在裝冰的 放在冰箱裡頭也不好 真的還假的 寶特瓶到底會有沒有 健康的危害 有很多人都說會融出塑化劑 是 然後說在什麼車子裡面曬太陽 那個水裡面就會塑化劑 但也有人很有科學精神去驗 就發現說其實那裡面 融出來塑化劑真的也不多 那但是這個到底喝進去的 這個量不多 但是如果你天天喝 會不會還是會在身體累積呢 不知道 只是有人去研究說 當那些年輕人去喝這個可樂 裝在寶特瓶裡面 喝完之後去驗它小便裡面的 塑化劑的確是增加 那你就不知道到底是 因為它是酸的飲料 融出來或怎麼樣 或者是吸管 總而言之呢 不真的事實就是 這些塑化劑已經在我們身邊 無所不在 造成我們現在 男性的青蟲 是不是往下降嘛 不應的增加 那甚至也有人懷疑 這跟女性的一些癌症 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要把所有的錯 通通歸咎在寶特瓶上面 但是它也不環保 它又有可能 有一點健康危害 我們為什麼不為地球 也為自己的健康 靜一點心靜 就盡量不要用 就像你用玻璃瓶 玻璃 那陶瓷也OK 不鏽鋼 陶瓷應該都OK 對 好吧 為自己也為地球 靜一點心靈 對